大家好,欢迎来到潘德西高夫教学频道 我是潘振冲 那今天的场景比较不一样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Mississippi Roosevelt的State Park 那我们现在在路途上要赶往去东岸 所以就决定在这个State Park 就是露营 然后住一天晚上 然后明天继续赶路 那今天会跟大家的教学课程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像我比赛前的所准备的一些暖身运动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也这些动作会来防止你的运动伤害 对未来你打球就越打越开心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会有蛮多一系列的一些动作 然后其实身后大家仔细看的话 也会看到很多的萤火虫来陪伴着我们 做一些软身动作 那我第一个做的动作 它通常就是会想要腹肌 因为高尔夫球所主要的肌肉是在于腹肌 腹肌,臀大肌,然后下半身这些 然后最后再是一些算是伸展的运动 加暖身 那腹肌的话就像很多人会做的像是plank 就是这样子 地上靠着 然后我会 就保持这个动作 30秒 甚至1分钟 然后再换到侧边 然后确定你做的姿势要正确 然后你的身体的轴心 主轴要成为一条直线 不要这样弯曲或这样子 都会给手带来过多的负担 然后也不会训练到你的侧腹肌 然后再换边 左右边各一次30秒左右 然后通常这个腹肌的部分会做 两个set 就是每次做就30秒或是1分钟 然后换边 然后再做一次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会讲到臀大肌 这边的话就会比较强调于single leg 单脚的部分 单脚的部分的话 我会一样 像是打球姿势 但是一只脚在后面 然后你要确定你的身体的线 成一只线 然后后脚抬起来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上上下下 对 不用很多 可你就可以感觉到这边的肌肉 他正在使力 然后又在保持平衡 所以对打球会很有满足 因为打球是一个结合力量跟平衡动作 所以现在换左脚 一样后脚抬起来 身体直的 上下 上下 这样子 然后 通常也会做两三个set 那在这边呢 要确认你的 就像拉呼呼之常常讲 他们需要engage 他们的glutes 就是臀大肌的意思 要把它先启动 因为他是大肌肉比较笨重 比较慢的去暖身 那下一个动作就会是旋转的部分 那旋转部分我会分为 上半身的旋转 还有腰部的旋转 那我们要先把它分开 切开来 那下半身的旋转我先开始 我会把两只手 放在一个墙壁 然后就先 先站直 然后就先这样慢慢的旋转 来回做个二十下 再回到打球的姿势 站姿 然后也一样 手贴着墙壁旋转 然后当你软身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坐快一点 因为记得我们的旋转 我们的暖身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 所以你可以先从慢慢的做 然后再加速 然后刚才讲到是下半身的旋转 那像上半身的旋转 我最喜欢做的其中一个动作 就是结合臀大肌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单脚的地方 后脚跟抬起来旋转 所以这边就训练到你的 单只脚的支撑能力 还有上半身的旋转 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边 今天开车开了有点久 所以其实旋转没有那么的 幅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那最后呢 当然就还有squat这个动作 我会拿一只球干 任何一只球干 往上面摆 然后就坐下去 这个是squat的动作 然后另外一个squat的动作 就可以做成 加旋转 上半身的旋转 你可以这样子 左手肘 靠着你的左边的膝盖 然后旋转上去 那你头也要跟着往后看 这其实是tpi手交的动作 所以你这样子 做 通常十下 十五下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你的身体 下半身跟上半身旋转 其实像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你又有训练到你的 吞大筋的力量 那这边就是我现在会做的一些软身动作 来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 那通常我会花十五分钟左右 甚至二十分钟 然后才开始去练习场 或是练习锅里 做一些打球啊 推肝的啊 一些软身动作 今天谢谢你们观看